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來看一個比較有一點難度的分析的問題 甲丐丁四個人到自助餐點菜 總共有九種菜色 每個人點了三道菜 若任兩人之間恰有一道菜相同 也就是說剛剛好每兩個人之間都只有一道菜相同 請問四個人總共點菜的組合有幾種 那在這裡我們要怎麼去討論它呢 因為它講說任兩人之間有相同的 並不排除其實三個人點到一樣的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說兩兩相同 可是都沒有三個人相同 那這會帶來不同的算法 所以我們在開始計算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分拆這一些情況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三種 一個是四個人都點到同一道 那這樣就滿足了任兩人之間都有一道菜相同 也就是說其他道都不要一樣 然後另一個就是說三個人有點同一道 但是有一個人是跟另外三個人都有一道相同 可是點不是那一道這樣子 又或者說三個人雖然任兩人之間有一道相同 可是都不是同在同一道上面 這樣無三人點同一道 那按照這三種情況來分的話 四個人如果都點了同一道 我們總共九個菜色 A B C D E F G H I 四個人都點了同一道 四個人都點了同一道 哪一道啊 假如說是A的話 那這裡有九種選擇啦 那假如說是A的話呢 剩下的會變什麼 會變成 B C D E G D F G H I 分配給怎麼樣 假如還要兩道啊 伊也還要兩道啊 丙也還要兩道嘛對不對 丁也還要兩道嘛對不對 丁也還要兩道 你會發現就是說剛剛好八道菜跟我們有八個人 一人需要兩道然後都不一樣 因為相同的那一道已經是A了嘛 所以剩下的八道都不能一樣 所以這就是配對 是八接除以二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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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題的這個總共九道菜色是設計好的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剛剛好用完九道菜色 那還有我們一開始的九 那如果說這個有三個人點到同一道菜 可是另外一個人呢 跟他們三個是各有一道相同 可是不是同在那一道上面 那會怎麼樣 首先也是一樣 我們先選一道菜是三個人點的 所以也是有一個九 那假如說也是A好了 所以假選了A什麼什麼 那這個你剩下還會有 B C D E F G H I 我們在八道菜裡面 那我相信有的人會想到 就是說為什麼是加A在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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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有同樣都點了A的那一個 為什麼不會是D呢 沒有錯 所以在這裡會有一個配對 就是說誰跟人家不同不一樣 所以我們剛才先選了就是 哪一道菜被點三次 然後我們再乘一個4階除以3階 就是4啦 這是怎麼樣 誰跟人家不同 誰沒有那一道 假如說我們就是A這道三盤 那誰沒有A 剩下八盤菜嘛對不對 八盤菜的話呢 我們先給甲乙餅配對 那這個剩下 甲選兩道 宜選兩道 宜選兩道 還有兩道就是 不是甲乙餅選的 我們也先不要管他是不是丁選的 我們就寫個叉叉吧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一樣 會有 八接二接二接二接 到目前為止可以嗎 然後丁呢 要跟他們三人都有一道菜相同 都有一道菜相同 那這個關鍵在於什麼呢 就是 丁總共也只點三道菜 所以這個題目真的是設計好的 就他沒有讓他變得太難寫 為什麼呢 因為丁總共就只能點三道菜 沒人點三道菜 那丁要跟甲乙餅都有一道菜相同的情況下 其實丁不會去點那個沒有人 不會去點那個排到叉叉裡面的 丁會在甲的這兩道裡面挑一道 乙的這兩道裡面挑一道 丙的這兩道裡面挑一道 當你BCDEFGHI 去配對給甲乙餅餅餅XX 配對好之後 那麼丁來選的時候呢 他就是2的三次 就是說或是2乘2乘2 這樣子 所以這裡呢 這個是丁要和甲乙餅都有一道相同 這樣可以嗎 再來看這個 如果今天三個人都沒有點同一道 這個是也是有點難喔 如果今天三個人都沒有點到同一道菜 特別要留意一下 這樣到底出了幾種菜色出來 因為四個人每人點三道菜總共12道對不對 可是因為每一道菜齁 就是說這個 每兩個人之間恰有一道菜相同 也就是說 甲的那三道菜 必須要各有一道是 乙餅丁有的 乙的那三道菜要各有一道是 甲餅丁有的 這樣懂嗎 這樣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任何的菜 他假如有出 就是出兩道 因為甲這三道菜已經配對給 要跟乙餅丁有已經配完了 所以甲沒有那種菜是說 只有甲自己有吃到別人沒吃到的人 沒有了 在這個無三人同點一道的情況下 共只出 六種菜 各兩盤 知道這件事情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先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到底出了哪六道 所以九道菜 C9取6 有三盤是沒有人出的 就是9接除以3接 6接 我們把那個出了的六道也先除掉 因為還不知道誰要出什麼菜 所以C9取6 那乘上什麼呢 乘上 接著這六道菜 假如說我們知道是ABCDEF 讓甲來選 那甲有6 這個C6取3 總選擇 對不對 那現在甲已經選了 假如說甲選ABC 那換乙來選 乙呢 首先 他不是選DEF 因為乙要有一道菜跟甲一樣 所以乙要在甲選的這三道菜裡面選一個 然後他要在剩下的DF三道菜裡面再選兩道 所以C3取2 可以嗎 那換丙來選的話呢 丙呢 一定要在甲這三道菜裡面被乙選掉的那一個以外的那兩道選一個 然後他要在乙跟甲不一樣的這兩道菜裡面再選一個 然後他要接受 就是這裡ABC已經選掉了嘛 然後這裡假如選的是D跟E好了 那丙一定要選F 可以嗎 然後呢 這個換丁來選的話 丁沒有得挑 他只能夠選擇 這個 假沒有人 假的三道菜裡面以丙不要的那一道 和乙的這兩道菜裡面丙不要的那一道 和F 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丁只有一種選擇而已 所以呢 在這裡呢 他會有 C6取3 乘上 好那這樣子總共是755 160 數字太大了 附帶一題啦 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題目呢 真的要讓學生算出來的話 我個人會傾向於 我們可以問說 這個 最後在餐桌上的菜窯組合有幾種 也就是說不要去在乎誰點了什麼 這樣子 不要去在乎誰點了什麼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看看這題會變怎麼樣呢 如果四個人都有點同一道的話 那根據我們剛剛的討論 這九道菜窯裡面會有一道被點了四次 然後會有八道被點一次 總共12道菜 那這樣子的話 的問題就是變成說 哪一道菜是 就是點了四次 對不對 那所以這是九種 如果三個人點同一道 另一個人沒有 那根據剛剛的討論 所有的菜窯裡面會有一道被點三盤 另外 這個剩下的八道裡面有兩盤是沒人點的 然後這六盤裡面會有三盤是 賈一餅有人點一盤 然後丁又也點了那一盤 因為丁會點三道跟他們各相同一道 也就是說你的九道菜裡面會被分成是 有我們剛剛講說一道點三盤 然後有三道菜是點兩盤 然後有三道菜點一盤 然後有兩道菜沒人點 那這樣子算出來的話是 五零四零總 那如果三個人都沒有點同一道呢 那根據剛才的說法 其實就是說這九道菜裡面 有六道各出兩盤 然後有三道菜沒有出 所以他會變成是九階除以六階三階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是84種 那這樣子合起來的話就是變成是 五一三三 可以嗎 好那這是這題 這題就是那個北英女的段考題 不過我已經忘記他們的段考題 要考得到底是這個還是這個 有一段時間了 我們來看下面這題 X-Y-Z-U-V 展開之後總共會有幾項呢 會有幾項 還記得嗎 就是說 X-Y-Z-U-V總共有六個括號 所以你的次方合起來 最後會有六次 所以這個是其次多項次 是H5取6 然後問你說有幾項的係數是負的 所以如果你要係數是負的話 你必須選這三個G次 等於說呢 這個你總共六次裡面 你總共六次裡面 你要把這六次分配給 這三個分到 分到G數次 然後這兩個分到五數次 所以說如果你是一負五正 還是你是三負三正 還是你是五負三正 對不對 如果你是一負三正的話 那這三個選一個 然後這兩個 總共兩個總共會被選五次 是H2取5 所以剛才這個三是H3取1 可以嗎 那如果是三負三正就會變成是 H3取3 乘以H2取3 那如果是五負三正就會變成是 這樣合起來就答案了 我們在這裡用的是H而不是用C 因為用C的話就是在乎這些括號 各彼此視為不一樣的 我們算係數的時候才會用C 我們現在是問說合併完之後有幾項 所以就不會有C 那麼說到這個在乎係數呢 於是我們最後來看這一題 X加Y加Z如果等於5的話 那麼請問這個 這一個式子所能產生的所有非負整數結 如果帶入C5取XC6取Y和C7取利 所產生的所有值為何 聽起來很複雜 而且再看之下好像跟H有關 因為非負整數結 但是其實它是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有充分想像的話 它其實是我們前面學到那個 巴斯卡定理延伸 它相當於是說 班上有3組 A B C 3組 A組5個 B組6個 C組7個 然後總共18個人 18個人 之中選5人 上台大 這個以A組5人 B組6人 C組7人的角度去討論 那你就會發現你會產生的是 比如說A組上5個 B組沒有 A組上5個 C5取5 那B組沒有 C組沒有 C7取0 或者比如說隨便舉 不按照順序舉 A組上2個 B組上2個 是哪2個 C組上1個是哪1個 對不對 所以你會有各式各樣的這樣的東西 只要滿足什麼呢 所有下面這3個XY數字加起來是5個 這樣子產生的組合 你都可以放進來 然後都會有一個C5取幾 C6取幾 C7取幾 這樣子 所以回來就是說 看這一題 其實這個問題在問的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說 XY加Z XY加Z 加起來是5的 所有的情況都讓我放進來 然後都把它3個C乘起來都加的話 最後到底會是什麼 那最後的答案就是C18取5 這個18來自5加6加7 這個5就來自這裡 X加Y加Z 這就是一個巴斯卡定理的延伸的想像 OK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